现在跟大家说是怎么样报名 首先把PurpleSilt.org 很要紧的那个website 然后就去到那个叫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这个是报名的通知代价是怎么做 那有三个不同的章纸要填 第一章是emission form 你去到那边它开始就到了Laney College的website 我们那个绿的就是Laney College了 然后这个form叫CCC 你假如以前是学生的那个表曾经填过了 假如不是你要去create a new account 那么you go to begincreate my account 那么从头开始就做一个记录了 那么这个很简单的哈 小孩的名字啊 姓啊 就是问他有没有以前结过婚啊 什么什么 这个根本的我知道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我小孩要填这个呢 但是你要记得这个是一个大学 所以呢他这个是很特殊的情况呢 让小孩来报名的 那么一直呢把这个表呢填好了 continue till we can't get any further ok 有三张纸 你这个那是往上填 填好了就submit 好了 那么然后呢 第二张纸那是enrollment form 小孩呢哈 就是假如是小学跟中初中呢 就是填这个表 啊 那么家长念完以后家长签名 日期放在这里 好了 那么这个呢是填这个表呢是学生 那么小孩是学生啊 那么姓名啊那些呢自己填上去 那现在问这个student ID student ID呢你填好这个CCC form呢 他就给你一个号码 这个是Laney的号码 你不要填你自己的小学还是初中啊的号码 这个是Laney的 他你填好那个CCC呢就给你一个号码了 那么就是讲什么时候生日啊 那么你一看你自己就懂了 下面呢有一个叫guardian name 那家长的名字 那么在这里了 还有家长的电话 家长的email 好了再下一个呢就是学生要签名 放好热期 然后呢 家长要签名 要放好热期在上面了 OK 再下一个呢就是说 你们现在念哪一个小学 哪一个初中 在这里呢就放上去 你假如是好像我是 Andal Brewer 还是Lincoln School 那么那个学校的地址 然后呢在下一层呢 就是学校的校长要签名 日期要放上去 好了 那么右边呢 这个seal stamp 学校要盖一个图章 就盖在那个方 那个方方里面了 好 那么在下一个呢 就是那个班了 那么这个呢 我们填好呢 是应该是 Chinese orchestra 其他的事情呢 你弄好这个呢 带给肖老师 我们就帮你放时间呢 什么什么进去 因为要哪里有空会 就放在你那个地方了 假如你是念高中呢 你填这个表 啊 高中的表呢 就是好像 啊 一样 有些地方呢 有一点变化 高中学生 只是填好名字啊 那些第二行呢 就是Peralta Student ID 这个是那个ID的号码呢 也是填好CCC呢 他会给你 不要给你学校 高中学校 还是 的 学校号码 这个号码 那是Laney的号码 填好CCC 你会得到 然后呢 Date of birth 你birthday 生日 地址 email 那还有 学生要签名 high school student signature and then the date 然后呢 家长要签名 放好 日期在这里 然后呢 哪一个学校呢 自己填好了 学校地址啊 那些 那么你可以 counselor签名 counselor叫什么名字 下一行呢 就是counselor要签名 你zip code 那些 这都是 不是zip code 是那个 日期放上去 然后呢 再下一个呢 就是那个music 那么 哪一个帮 你这个表填好 那给校老师了 还是寄给他也可以 其他我们来帮你填好 第三个很要紧的 就是registration form 这个呢 就是我们啊 长城乐团的 需要的 information 第一 学生的名字 性什么 日期 地址 那么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呢 你的种族 race 因为呢 我们申请 基金的时候呢 一定要知道 我们是为什么 为哪里的人服务 所以那个希望好像 什么人都有 亚洲人啊 华裔啊 黑人啊 西班人啊 都要要要放上去 你是哪里人 ok 然后呢 再下一个呢 你是 啊 参加乐队 啊 你在乐队里面 弹什么乐器 然后呢 你是新学生 还是呢 啊 returning student 就是旧的学员 ok 那么下一个呢 是学校 啊 你是念哪一个学校 哪一年啊 年级 然后呢 家长的名字 啊 父母的名字 啊 parent contact information 呢 他有一个是 cell phone 有一个呢 是landline 叫home phone 那个 家长的啊 很多人呢 啊 现在已经不用 那个landline了 所以呢 啊 你手机的号码 也可以了 那万一出事呢 这个是emergency contact 那么就通知谁 跟那个学生呢 哈 是什么关系的 都要填好的了 next 关于学费呢哈 新的学生呢 啊 啊 住在奥克林是270块 那么你假如不是住在奥克林 那么那就是370块 因为我们的program呢 是也靠奥克林政府的支持 所以他们一定要便宜一点 啊 啊 头一次呢 是270块 在奥克林呢哈 你是住在奥克林 你啊 啊 是旧的学员呢 就220块 那么啊 啊 啊 OK 不住在奥克林呢哈 你呢 就啊 但是是旧的学员呢 是270块 那把所有的表呢哈 填好的时候 有一个方式是带给学校 另外一个方式呢哈 寄给那小老师 他的地址呢 在这里 3308街 Apartment 5H Oakland 94607 就是啊 完成这个生活了 你们要先填好那个CCC form 这个是community college form 他会24个小时以后呢 会给你一个student ID 那个code number 你拿到这个以后才可以呢 fill out the enrollment form 记住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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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